为了让朱砂有更好的发色 需要先铺设一层签单 签单是一味中药 为橙红色或橙红色质重的细粉 光泽暗淡 不透明 用手摸汁 光滑细腻 签单粉质细腻 所以需要多加一些牛胶 待两种完全融合以后 再加水使用 现在将需要画朱砂的地方 全部涂上签单 现在来做黄金底色 黄金底色的铺色 一般用瓷黄或者藤黄 瓷黄的味道太过于刺激 这么大面积的铺设瓷黄 那味道估计我的房间都没法呆了 所以我这次选择了藤黄 藤黄取自热带金丝桃科植物的树脂 既是一种黄色的颜料 也是一味中药 藤黄需要加水研磨后 才会产生色素 但是要注意 藤黄加热后有多 所以千万不能用热水去研磨有 现在开始来画朱砂了 这次画的朱砂糖卡 用的是经过多次水飞后的朱砂细粉 同样的 大面积做底色的时候 牛胶一定要稍稍多一些哦 因为粉质细腻 所以画起来像水性颜料一样顺滑 朱砂画完 我们开始准备研磨黄金了 这里的小块状的黄金叫做泥金 黄金的研磨比较繁琐一些 先需要用水把泥金块研磨开 再放在火上烤干 然后再加水研磨 再烤干 这个步骤需要重复三遍左右 这样把黄金研磨开 这个过程叫做炼金 最后再加牛胶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再加烤资金 现在再加烤几磨 我们下马上的水尾 也会有什么 这个项果